但是大多都只放了知名歌手的棘手代表作或是主打歌 尤其如果喜歡聽 在2017年9月30號我上傳這支影片 裡面我提到了日本製造的壓縮機也很稀少 沒錯 這梗我可是鋪了兩年半啦 中今天我接到日立冷氣的業配啦 真的你現在去這個日立冷氣的廣告影片下面 還能看到兩年前大家來朝聖的留言喔 但是你知道嗎 日立冷氣現在除了很稀少的日本製造壓縮機以外呢 還多了一個很強的功能 那就是凍結洗淨 我一般說到的清洗冷氣 自己家裡比較輕鬆能夠處理的 大概就是把濾網拆下來 沖一沖曬乾這樣子 但其實冷氣裡面最髒的部位不是濾網 而是裡面的熱交換器 直洗濾網可能剛洗完的時候開 會覺得好像比較涼一點 但過一陣子又回到原樣 所以更用心一點的人呢 可能就去買那種冷氣清洗劑 然後也是把濾網拆開 然後對著裡面的熱交換器去噴 來做清潔這樣 那如果要在更深度的清潔 那就要拆即可了 還是交給專業的冷氣清洗師傅 來處理比較保險啦 其實冷氣的自動清潔功能 早在很久以前 各家廠商就已經在研發囉 有的是單純在濾網上面加一套毛刷 自動清潔濾網的部分 有的是用冷凝的水流過漆片 也有的是反過來用加熱的方式來除菌 還有呢是用吹風乾燥的方式來抑菌 或是漆片本身有抗菌塗層等等的 這類似的功能很久以前就有了啦 那日立冷氣現在新的技術 凍結洗淨 它原理其實很簡單啦 就讓熱交換器的漆片冷卻 冷卻以後呢 空氣中的水分就會凝結在上面嘛 接著就會再進一步降低溫度 讓這些水分在漆片上結冰 結冰的同時就把漆片上的髒汙 都給包覆在冰裡面 一段時間後就會調整成送風模式 這時候上面的冰融化 就一邊把漆片上的髒汙帶走了 那當然有些髒汙可能比較難 一次就清洗掉 所以它一次清洗呢 會有好幾次的循環 確保徹底的清洗乾淨 在白漆片上結束的天氣 無常的旅程中的水分 也有一定的水分 在白漆片上結束 在漆片上結束 在白漆片上結束 下雨漆片上結束 重新的髒汙 就很綿色 不懂得讓我 不懂得讓我 就很綿色 就很綿色 正面 是 在白漆片上結束 相信很多人都體驗過 冷氣剛裝的時候真的很涼很爽 但用久了以後就開始變得越來越不涼 甚至越來越耗電 久沒開還會有煤味飄出來 這就是因為煤在做清洗導致的 所以有了這項凍結洗淨的技術以後 就可以長保冷氣的運轉維持在高效率的狀態 同時還能消除93%的黴菌以及細菌 真的是像我這種懶人的福音 好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這個日立冷氣新的凍結洗淨技術 如果有想要買冷氣的話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最後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訂閱鈴鐺跟音樂小鈴鐺 按下訂閱頻道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所以說以後除了講很稀少 可以說日本製造的亞洲也很稀少 然後講乾淨就可以說跟凍結洗淨一樣乾淨 這樣子嘛